你知道在这么多貂蝉扮演者中 谁才是最经典的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新三国中的陈好 同却胎中的刘亦菲 还有老三国中的陈红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以上说的都不是 甚至刘亦菲版的貂蝉都排在倒数 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 别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整理了大量的影视资料 盘点出前八位最具有争议性的貂蝉扮演者 将他们由差到好依次排序 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 石血镜版貂蝉 这个版本的貂蝉不仅长得玲珑可爱 而且还会法术 是一名实打实的法师 其实力也完全不输摸手又重的貂蝉 看到这儿可能就有人好奇了 那这如此鲜化的貂蝉 到底出自哪部电影呢 细心的朋友或许早就发现 这是一部改编自三国演义的电影 《魔国之二之神魔无双》 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青春修真仙侠版三国 我们从名字上就能看出 电影中大部分角色都被魔化 那这会法术的貂蝉 在网友心中又是怎样的呢 非这么说 在《魔国之二庞腹宏大的魔幻乱世》中 有奇门遁甲之奇 有英雄角逐之然 有大义俊寻之身 但那一抹有被于任何以往貂蝉的桃花翘粉 却是许多人看完电影后 扎进心底的朱砂痣 点将入骨再难相忘 也是将爵士美女这一形象深入人心 但我个人认为 虽然这个版本的貂蝉长相甜美 但其剧形不太符合三国 自然也称不上最经典的 那在你们心目中 十雪镜版貂蝉能排第几呢 第七 董璇版貂蝉 众所周知 貂蝉人乃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如果想要演好这一角色 对演员的颜值自然有着极大的要求 而此时的董璇已经36岁了 就算如此 他在《三国机密》中饰演的貂蝉 用经验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美 那种温婉端庄 令人恋爱的气度 简直无人能敌 这或许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了 况且在这部剧中 貂蝉的外貌只是看点中的冰山一角 更多惊艳大众的 则是在细节和剧情处 在《三国演义》中 貂蝉或许只是用于美人计的一枚棋子 但在《三国机密》中的貂蝉 更加血肉丰满 有感情 有理想 甚至是步伐谋略 这样的美女谁不喜欢呢 并且在众多三国题材的影视剧中 几乎没有一部涉及到 《女不知死》这个节点之后的貂蝉 剧中还将貂蝉和三国第一鬼才 国家组合成一对CP 也算是蛮有心意 而且编剧貌似借鉴了《三国志》 为我们科普的貂蝉的真实性命 相信很多看过的小伙伴们一定知道 你知道哪个版本的貂蝉最经典吗 现在就得大家了解一番 第六 宁静版貂蝉 或许这个版本的貂蝉 大家都有些陌生 它是出自02年电视剧《曹操与蔡文基》 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久远 当宁静版的貂蝉一亮相时 却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他们认为这个版本的貂蝉 给人一种随时可以干掉董博 废掉皇帝 然后自己摄政登基的感觉 他的貂蝉自身就带着一统天下的气势 这或许是因为本身的个人性格 但其实他不论出现什么角色 都会有一种居灵天下的霸气 其实他饰演一些现代片还是不错的 特别适合演职场白领 而且宁静的颜值也很高 只能说剧中的造型实在有些不搭 第五 刘翼飞版貂蝉 在铜血台中的神仙姐姐 依旧颜值在线 就非常适合演各类古装 从《天龙八部》中的《小龙女》 到《仙剑奇侠传》的赵灵儿 再到这部貂蝉 可以说没有一个古装角色让观众失望过 甚至有网友评价 让刘翼飞去饰演貂蝉 这不是大才小用了吗 但话说回来 此版本的貂蝉到底怎么样呢 在电影中 貂蝉一抬头便是倾城之色 只需一眼便能让曹操彻底沦陷 同时也让电视机前的你们怦然心动 而这些都是源自于演员本身 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们从造型上看 却没有小说中的那种味道 剧中多以红衣时人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过于高贵冷艳 坚毅的眼神里 似乎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这样的貂蝉确实显得很不一般 但确确实实感觉太过高冷了 其实当时韩雪在试验这个角色时 正处于爆红状态 同时也经常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因此也累积了一些粉丝 从韩雪的外貌来看 不难发现他身上有一种古典美 所以试验貂蝉时 粉丝们的呼声也是相当高 剧中的他更是活力全开 气质拿捏得非常到位 同时还自带强大的戏场 把貂蝉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可能现在就有点疑惑了 比颜值我神仙姐姐可不输他 大家别急 且听我细细道来 韩雪在试验貂蝉时 他自己也曾说过 貂蝉在三国演绎中 是一个真正有故事的美女 而不是一个花瓶式的美女 因此这个版本的貂蝉 从头到尾都比较遵循 小说中的说法 去演绎这个复杂的角色 同时在导演的指导下 他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最后出来的效果 不仅导演和演员都很满意 从大众的反响来看 也都很满意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知道在大家心目中 韩雪版的貂蝉排的第几呢 原来陈鸿版的貂蝉不是最经典的 现在就给大家列出最后的排名 第三 陈豪版貂蝉 在10年新三国播出后 陈豪版的貂蝉一亮相 便收获了众多好评 可见他万人迷的绰号不是白叫的 陈豪是一个很灵动的演员 随便一幕就能让观众共情 其身材 颜值 演技都很出色 他扮演的貂蝉 可以说是继陈鸿之后好评最多的 甚至还多了几分妩媚和柔 似水双眸 郁郁还修 并且还原度奇高 恶努的身姿 让画面的美感达到极致 一袭华丽的白衣 仿佛一位一世孤立的仙子 这场雪中水秀五米倒的 可不止屡不一人 同时也让万千观众 败倒在他脚下 虽然颜值依旧 无媚仍在 但还是少了一次韵味 当然 这也是唯一的缺点了 第二 陈鸿版貂蝉 在电视剧《老三国》中 貂蝉第一次出现 就迷倒了万千观众 况且还是在那个 无美颜化妆技术不成熟的90年代 尽管如此 也挡不住他的美 可以说 当时他真的经验了一个时代 一度被誉为当时的最美貂蝉 他的一平一笑之间 都流露出作为一个 绝世美人的风采 那妩媚的惊鸿一撇 迷倒了无数观众的心 至今还被三国迷们津津乐道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陈鸿才只有23岁 倾国倾城 真的可以用来形容他 当然 陈鸿的美不仅仅是在颜 同时还有在气质上 他的五官精致柔和 舒服的鹅蛋脸型 弯弯的柳叶眉 双眼皮不宽不窄 而且面部线条柔和 看上去让人十分疏忽 况且三国演义 一直都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男人戏 女性角色往往都难以被重视 但其中的貂蝉 却十分惹人关注 当他遮着面容 沙漫轻轻掀起之时 却不知倾倒了多少人的心 哪怕如今再去回顾 那惊鸿一撇 所有的情绪都流露在眼睛里了 第一 古丽纳扎版貂蝉 在16年播出了一部 三国题材电视剧 武神赵子龙 这部剧凭借演员们 高超的颜值和演技 也是在一时间掀起了一阵三国热 其中 古丽纳扎饰演的美女貂蝉 也收到了一致的好评 华丽的服饰造型 配上她立体的五官 还真是让人惊艳了一把 而且高挺的身材也是一绝 引来众多网友纷纷评价 说是最美貂蝉 她将貂蝉的美艳动人 处世不惊的气质体现了出来 并且演技也在线 红色长裙温柔妩媚 蓝色长裙素敬淡雅 这不就是小说中的貂蝉吗 甚至有网友说 如果真实的貂蝉 真有纳扎这般美 吕布杀了董卓也不冤呢 其实大部分观众看到她的貂蝉 都说真让人上头 总的来说 貂蝉作为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她的扮演者就算不能一顾亲人国 也得是一笑亲人成 同时 这也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少压力 好在每个版本的貂蝉 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好了 今天的排名到此结束 以上也只是个人观点 同时也想问问大家 在这么多貂蝉的扮演者中 哪位才是你觉得最经典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哦